有什麼事情難得倒廢柴阿宅六胞胎的呢 小松先生的尼特藝能事務所正式在日本推出 這次六胞胎要進軍演藝圈啦 玩家要扮演的是藝能事務所的經理 為了靠電影發大財 這次將目標轉向了這群尼特六胞胎 透過劇情發展進行選擇 讓他們成為大明星 遊戲分別準備了六胞胎的個別原創故事 魚魚子、艾茲泰等角色也會在遊戲中登場 玩家每天都會有十五枚猩猩可以用來觀看故事 整體來說就是一個以看故事為核心的遊戲 喜歡小松先生的玩家可以下載來看看喔